好的主播 那新冠肺炎呢 现在出现 可能出现新的魔王变种病毒 引发市场恐慌 美股各大指数从开盘的时候就大跌 到从指数开盘的时候 暴跌了超过700点 之后呢上下震荡 最低的时候曾经下跌超过900点 那目前跌幅大概维持在 约2.5%左右 标普500指数呢 目前下跌的幅度呢 约维持在1.85%左右 然后纳斯达克指数呢 现在下挫是超过200点 跌幅大概维持在1.40%左右 那稍早呢俗称恐慌指数的VIX指数 一度也飙升了超过50% 升破了28 是两个月来的最高水准 那美国今天呢 是感恩节假期后的黑色星期五 只开盘半天 不会有任何重大的经济数据发布 而且会在台北时间 星期六凌晨1点 大概提早三个小时就收盘 不过新的变种病毒呢 捞乱了全球经济市场 不仅各国股市大跌 包括比特币油价等等 各种金融产品呢 也都是狂泻的状况 那估计今天收盘可能 仍然不会回复到太好看的水准 那我们把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